继续是科技方面的消息 VPN是想要确保网络通讯安全 或是需要绕过审查的网友们所喜爱的一种工具 但它是否真的能够保障用户的身份也受到了质疑 一家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开发了一个产品 让VPN的用户能够加密自己的通讯 不怕被有心人士或者是政府监控 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义采访了这家科技公司 今天我们请他来到演播室介绍有关的详情 姚依你好 姚依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这家公司的情况 是 这家公司很有趣 我们知道很多人居住在中国或是居住在国外 但是必须要到中国出差或工作探亲的人 都会担心到自己如果上网的时候 会遭到像中国政府这样子一个政府的掌控 那么美国的一家公司就根据这样子忧虑 发展出了一个新的科技 在这个科技正式上市之前 他们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谈一下这样的科技要怎么样保护你 让你在翻墙的时候能够更加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 许多网友使用的VPN中文名称是虚拟私人网络 但是有时候这个私人的网络还是有被监控的可能 维许巴特今年才23岁 但是在美国情报部门丰富的工作经验 以及科技知识 让他年纪轻轻就创立了可萨拉公司 来解决VPN安全性的问题 在创办这间公司之前 我在美国情报界工作了6年 在情报界工作期间 我唯一的工作就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系统 从那当中我学习到就是许多现在的商用安全产品 特别是VPN 都很难用又很难管理 而且他们的安全性也远远不及政府保护机密通讯的系统 所以我在情报界工作期间 我开发了一个设备 能够急插急用 还可以随身携带 用起来非常简单 从企业高管到缺乏技术知识的一般旅客都可以使用 巴特示范了如何使用这个VPN保密的硬件 这个小盒的作用是你将它插上电脑 开启电源 它会给你一个你现在正在受到保护的讯息 它的原理是你所有的通讯都会被加密 加密等级可高到政府机密通讯的级别 现在的传统VPN是建立在加密通讯协定技术上的 如果你最近读过一些网络安全的新闻 这一技术有心血漏洞以及其他弱点 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不只是网站受害 而是整个传输层安全协议都有问题 所有使用传输层安全协议技术的VPN 例如市面上最有名的OpenVPN 如果某个人正在使用OpenVPN 一个小时之内你可以取得它所有的加密金钥 所以加密基本上根本就是没用的 在可萨拉由于我们不使用认证 所以简单多了 我们使用的是预先共享金钥 基本上就是密码 这样管理超级简单 也不会有心血漏洞等弱点 可萨拉的VPN小盒 除了能够保密 还能够让你安全翻墙 越过中国的防火长城 巴特解释 除了安全保护措施 没有人能看到所有的通讯 我们同时也透过可萨拉云 来引导你的连线 所以对方不会看到你连线回到总部 看起来只是连线到互联网上 某个随机的伺服器 比方说你在中国和俄罗斯的 一间旅馆当中 传统上你不会知道 你附近的网络里面是否有攻击者 如果隔壁房间有人试图 入侵你的电子设备 你无从知晓 我们将这样的情况整合在我们的技术当中 可萨拉在2016年9月创立 目前这个VPN加密小盒 还没有正式上市 巴特说 他希望将美国政府部门当中的 下一代技术带到民间 让一般社会民众 也能够享有更安全的网络环境 这就是我为什么创立了可萨拉公司 我的目的就是要让一般大众 都能用上这种科技 而不只是联邦政府部门 以及与电子信息产业有关系的政府部门 我们现在已经有客户 有个我不能透露名字的政府部门 我们同时与另外两个政府部门合作测试 也跟两家私人企业合作测试 可萨拉的产品上市之后 除了让工作上需要保密通讯的人 以及重视个人隐私的人 能够获得保障 相信对于必须要到中国 以及俄罗斯等有网络审查国家的旅客 或是当地的居民都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之音黄耀义 九岛 马里兰州报道 对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小盒子 其实非常的厉害 然后装上去之后 就可以保障你的保密安全 那么这个巴特也告诉我说 现在正在跟两个极机密的政府单位 进行合作 等到这个完成了 成功了之后 就会正式上市了 好的 谢谢耀义 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